百分之百使用地毯勾起了 环境部长彭启明的兴趣 两人大谈循环设计概念 另一个摊位讨论更加热烈 谈起当地环保 国外业者相当有心得 显示资源循环在利用 不是只有台湾在做 各国都非常重视 环境部在台北车站大厅 举办2030超越圈圈 循环经济新创展 希望唤起民众环保意识 五大展区邀请52个单位到场 展出国内外资源循环新创服务 设计以及产品 商品都是可重复循环使用 传达循环经济的概念 能够让各社会大众可以更加的重视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未来有四天 大家赶快来参观 然后也带动各位创新的这个思潮在里面 能够让大家能够重视这个产业 因为其实我们不要快时尚 其实我们只要延续它的务命 我们也可以更简碳 也可以创造经济的产值 环境部推广永续消费与生产模式 就希望落实民众心中 用行动支持循环设计的各项产品 明镜新闻理想 赖文圈台北报导 明镜新闻理想法